2023 台湾灯会将在2月5号正式登场 四大展区范围横跨国富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 东区商圈 松山文创园区 信义商圈以及四四南村 交通局表示 周边道路将从2月1号起实施交通管制 并加密展区周遭捷运及公车班聚 同时规划两线接驳公车 那整个灯会会分成四大展区 那有一座主灯 六座副灯 那整个规划的范围大概是168公顷 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 那另外也会在12个行政区 有行政灯区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比较特别相较于往年 跟其他县市的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这是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那既然是一个城市型的灯会 在台北市来讲大众运输 还有就整个交通的管理 苏岛的部分其实相对的就是比较重要 那大概简要的说明一下 整个四大展区分成光源 未来还有中央展区 那中央展区是以国富金领域为核心 在他周边的部分 主要是中央的一个主灯的部分 那未来灯区是以市政府为核心 在周边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布设 那另外光灯区的部分 主要是在这个以中校东路为狼带 从复兴一直到基隆域到光复南路这个区间 大概会有一些香味的一些配合的路设 那圆灯区就是以松烟为主 以松烟为一个核心 周边也会有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整个交通书岛的目标跟策略 我们的目标上是希望维持这个人流车流的安全 还有动线的顺畅 那另外就是整个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尤其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相当的便捷 另外也会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平常日的时候 又在我们新一计划群周边 那减少展区这个周边对这些居民 或是上班人员的这些干扰 这大概是我们三个大的一个目标 那整个策略上会从大众运输的策略 时间空间一个分流 然后停车接口的一些规划 另外一个多层次多时段的一个管制 跟输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的一个目标 灯会期间我们针对阀南县淡水新一县 其实在这个夜间灯区展览的时候 大概都会有一些加密的一个班次 那这个部分捷径公司有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比照这个跨年 可能人潮过度集中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个国库紀念馆 有过站不停 或者是空车从市政府开始载客 往鼎鼓方向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人潮的部分也会因应这个人潮的状况 在这个捷径站的出户口做相关的一个管制 那另外戴者新一县 在这个大安区间测的部分也会延时直接到向山站 那公车的部分周边大概有100多县的这个公车 也会在这个盞灯的期间 会四人潮做一些翻次的一个加密 那这边大概也跟相关大会有讨论 就是针对这个赏灯的动线有做一些规划 那从什么地方进站建议他从什么地方进站 什么地方出站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在灯区灯会的期间 我们有开设两线的这个灯会的接驳公车 一号线的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个展区内 展区内的一个接驳 他就绕行这个展区的部分 那二号线主要是从松山 我是在一直到展区里面 那他的这个班区大概是接驳公车5到10分钟 然后票价的部分针对普通票 学生票跟军景票是5块钱 其他部分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我们也提供很贴心的服务 就是在这个展区周边 我们有固设了五个这个免费的 富康巴士的服务站点 那也需求的这些朋友 也可以在这些站点 搭乘到我们展区任何一个展区 都是免费的 交通管制部分2月1号起 国父纪念馆及市政府周边部分道路 汽机车格将禁止停车 2月4号起封闭市府周边部分道路 展区范围停车场也会调涨费率 因应这个活动的期间 有一些管制的路段 跟时段也简要的说明 那大家看得到这个是新人爱路的部分 那新人爱路是配合这个 灯会期间竞赛灯区的一个施工 所以我们从今年的1月9号到2月13号 是全时段的一个封闭 那在市府部的部分 因应这个预估的这个赏灯的人潮 不管是在这个国父纪念馆或市府周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灯会的这个期间里面 六个周六日总共有六天 我们会实施下午5点到晚上11点的一个管制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徒步范围 那一线路配合刚刚提到这个新人爱路的管制 我们在一线路也实施了这个调坡的车道 原本是往南是三线 往北是一线 调整成22的配置 那这时间目前都已经在实施了 那另外赏灰卫五号活动开始 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下午会有一个采接游行的一个活动 那它的这个游行动线 就是从市府周边的松阻路 绕行市府路一直到松高路 那针对这个采接的游行 它有相关的人员表演团体等等 所以我们从2月4号的早上9点 一直到2月6号的早上6点 测场的时候 大概会分时分阶段做一个管制 那另外在这个灯会期间 我们针对这个展区周边的9的工有停电场 也会实施费率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会调整到10到60元每个小时 那另外针对外县市来的部分 刚刚前面有报告 就是这是一个都市型的一个这个灯会 所以我们不像像高雄屏东 我们有规划所有的专用的停车场 透过接火进到展区 那我们在外围其实都有一些 周边的一些那个停车的空间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这个 如果是非得要自己开车前来的 不管是北部或东部的区域 它透过国道1号汽车交道 博山的南港交道进到展区 我们会建议它往这个南港的方向 做一个停放 然后再转程接火车进到我们的展区周边 那如果是中部南部的这个游客 会建议由国道1号 圆山交道 或者是木杂交道进到我们的黄区 那这部分会大概落在万华大和文山等区域 那这些区域也会希望它透过这个铁域的部分 转程或是公社都会进到我们展区周边 想要掌握灯会即时交通资讯 民众可以上2023台湾灯会网站 台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灯会专区 或是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LINE官方账号查询更多详细资讯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